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該怎麼形容一個女人 深情還是她的輪廓 她努力的尋找一個自己的藉口 卻依然尋不到屬於自己的理由 在世間的左右裡已摸索 這是童安格先生為女人寫的一首歌 謝謝 就叫女人 大家好 我是郎祖雲 一開始我想要先請教各位在座的 有人看得出來我是女性嗎 應該都看得出來 不然可要傷了我的七巧玲瓏心 那我為什麼這樣問 是因為我要問下一個問題 請問在座的女性 如果還有下輩子 你願意再當女人的請舉手 不錯耶 謝謝請放下 各位相信你們對自己都很認識 而且都是這個女中豪杰人中之鳳 當女人這麼麻煩 當女人這麼倒楣 你願意當女人再下一輩子 真了不起 為什麼這樣說 現場很多女性可能覺得不服氣 女人到了現代這個時候 男女平等嘛 可是你有沒有想過 從以前到現在 我們一直掙扎到二十一世紀 才好不容易滿山著腳步 流著眼淚滿肚子心酸 好不容易才爭取到一個男女平權 好像是男女平權 但是從古到今 其實女人一直都受到不平等的待遇 我打開中國婦女史你就知道了 我們就說吧 先民很早很早的人 古時候的人 只知其母不知其父 那時候女人多威風啊 一直到了女娲 她開始制定了所謂的婚姻制度 這一下子 這個婚姻制度變得很不平等了 為什麼是一夫多妻 而不是一妻多夫呢 啊 然後女人就在這個時候 交出了對社會的掌控權 從此就陷入了父權結構 那這個陷入了父權結構之後 開始就有一連串的悲劇了 我這樣講你可能還不願意相信 我就說吧 從頭說起 說我們大家非常敬重的 造字的這位先生 話說叫蒼傑 蒼傑造了許許多的字 當然到了後代還有很多增加的 他是個開頭的人 翻開字典 女字旁的字大概三四百個 但是呢這三百多個女字旁的字 大多的意思都不太好 就算意思還不錯的 也都是勉勉強強 有一點隱身的意味 你可能會抗議了 好不就是一個很好的字嗎 來我們來看看這個好字 好這個字是由女跟子組成的 對不對 這就是好啊 女子之為好啊 但你也可以解釋成為 女人要能生兒子才叫好啊 再說姓氏的姓 女字旁加上一個生 女人要能生才能延續香火 才有姓氏啊 再說到奴隸的奴這個字 這個又是更多的意思 它是女字旁 要更多的女人當奴隸 更不要說要背下的女人來當悲女 還有背這個字 還有呢 只准女人有一個老公 男人可以有很多的老婆 但是女人不准吃醋 誰要是爭風吃醋 就表示你有病 要不然《嫉妒的記》怎麼會這麼寫呢 我喜歡這個女人 我想要當作是自己的 我站為己有 於是她就成了我的妃子 誰要想要動她的腦筋 那你就跟我拼命吧 還有呢 再來我們再往下看下一個字 女生如果拿著兵器 拿著干戈 這個叫天理不容啊 絕對是一個奸詐之人 還有呢 站在一旁 只配站在一旁服侍大老爺的 立女叫妾 更不要說貪婪的男字 為什麼堆在他們女人的頭上呢 男人難道就不貪心嗎 對不對 海角七億又不是女人欠的 美妙的妙字 你說是個好字 少女少女鮮嫩多汁啊 看著各個好色的大老爺們 眼睛紅吞口水 但是你也可以隱身成為 女人要是少一點 這個世界就更美妙 更可氣的是 三個女她還成 我說三個女人在一起能幹嘛呢 不過就是喝喝咖啡聊聊是非嘛 至於嘛 對不對 光從造字就看出來對女人多麼的不公平了 那你說那是從前的事情 可是現代也好不到哪裡去啊 女人呢 在這個社會上 我說交出了主權之後 我們開始遇到很多的阻礙 而這些阻礙呢 就是限制在我們女人身上的 像是女人為難女人 這是最可怕的 從漢朝開始就有 大家聽過班超這個人吧 去征服西域的班超 她有個姐妹叫做班昭 班昭大家都不記得 在她的父親班彪過世之後 她負責把漢書修完 都只記得她寫了一個 專門呢 限制女性的一個著作叫做女戒 也就是呢 三從四德 這樣子的一系列的 限制女性的這一些呢 規矩就是從一個女人寫的 這不就是活生生的女人為難女人嗎 你說那是以前 現在一定不會有 誰說的 在現代有一首歌叫做 阿嬤的威 你有聽過嗎 阿嬤是這樣說的 昨人的心部就在動力 換上去睡著多 adap著 起來睡Moon gone 不要忖然免心 入窄聽聽戳亦 入时踏睡 powerless și待對想半想 deja 到 stationed 從中 也有會有煩惱天 terrace 丟裡爬獨與 也有能煩惱阿磨嫩 煩惱少蔚 seriously 把我集醒弄計lara 無惜爭 煩惱小車买職 阿嬷都给自己的女儿孙女 来了这么多的限制 这是现代 大家还唱这首歌唱得好开心 我都不知道在开心什么 而且从以前到现在 很多的男人做错事以后 就把责任推到女人的身上 很多男性不服气 好 我告诉你 男人最忘恩负义的这种事情 我要举例的话 可以从上古时代 皇帝大战吃油开始讲起 没想到这么久吧 皇帝当时被吃油困在大水之中 正是前无路是后无退 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 提出来有人想到了 上天有个女神叫汉拔 汉就是地很汉 不下雨那个汉 汉拔顾名思义就是 它到哪儿哪儿就不下雨 所以呢就靠了这个汉拔 退了大水 打败了吃油 可是因为她太费力了 她太尽心了 就像所有的女人一样 掏心掏肺 她把自己的法力给用掉了 她再也回不去了 她就留在人间了 可是呢 她待在这儿 这里人讨厌她 待在那儿 那里讨厌她 因为她所在之处 从来不下雨 就这样 她被赶出了中原 以我现在的这个地理来看 我们现在看现在的地理 汉拔最后应该是被赶到非洲 所以那边老不下雨嘛 你说男人现在 有没有比较懂得情意 懂得珍惜呢 我们就看平常的生活好了 你们真的以为女人喜欢做黄脸婆 喜欢唠唠叨叨吗 那可不是 谁嫁到人家家里面的时候 本来都是大闺女儿 都是秀秀气气的 可是呢 一嫁过去 当了妈妈当了老婆以后 一天当中 她讲了两句最多的话 一句是早上 你要不要起来了 时间差不多了 上班咯 好了我再睡一下 已经十分钟了 你要不要起来 上班要迟到咯 你很烦耶 儿子你要不要起来 该上学咯 妈你不要一直叫啦 儿子你真的要迟到咯 妈好了知道你很烦啊 我说你们到底要不要起来啊 这个时候家里面 叮铃啪乱 叮铃啪乱 老的小的全部都离开了 剩下妈妈一个人在家里 被人家抱怨 嫌弃她 又唠叨 又啰嗦 这难道是自己愿意的吗 到了晚上还不放过她 晚上回来 饭也煮好了 家里面整理得干干净净的 老公你要不要去洗个澡 好好等一下 要吃饭了 你要不要去洗个澡 先吃饭好了 那吃完饭了 你要不要去洗个澡 吃完饭一个小时之内不能洗澡 上床前 我告诉你 你今天要是不洗澡 我不给你上床 第二天还跟朋友抱怨 我老婆真的很不温柔 我们把角色换一换 我不相信有几个男人受得了 所以呢 这是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啊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再说 我们女人自己够不够争气呢 我等一下说 女人啊 常常都会 很犹豫一些事情 常常都会不由自主的 就觉得说 算了算了 我可以再多做一点 在车上碰到了色狼 不敢声张 碰到了松座升迁 在排队 不敢声张 碰到了这个主管呢 对你有一些言语 或是行为上的性骚扰 暗自引气 好像我们还不够勇敢 而在一个戏曲里面 也常常呢 都把这些罪过 怪到女人的身上 怪女人自己长得太漂亮 那梁柱里面有一个人 叫梁山伯 他是温文儒雅 但是他居然唱出这样的歌词 他说 夏节王为梅西八江山拜 迎周王为大吉黎明首载 周游王冲暴四全容凡戒 喜诸侯一笑风火台 圣人之言穿好戴 仔细想再思彩 为兄之言该不该 谢谢 这女人长得漂亮怪谁啊 长得不漂亮你们又不肯娶 到底想怎样 所以我认为现在的女性 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地方 需要加油 我自己呢 跟大家分享一个感觉 就是我认为女性 就像刚刚周开莲小姐 所讲的一样 一定要够勇敢 一定要打破以前的框架 我不是鼓励大家 要做一个二流的男人哦 可是你要学习 做一个一流的女人 这句话非常 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们女人有非常非常多的特质 其实是男人所没有的 我们温柔 体贴 细心 我们的韧度比男人要强 我们虽然平常碰到一点小事 会叽叽叫 也会流眼泪 可是真正碰到大事的时候 我们是比谁都还要坚强 对不对 所以要勇于接受挑战 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在我们这么多的特质里面 我其实最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就是女人永远不要忘记 除了我们的勇气以外 还有智慧 还有我们对自己的自信 这几件事情加在一起 我相信未来的女人 可以开创更好的未来 很多人呢都会把这个 就是说我们能不能跟上 现代化这件事来做评估 就是你到底有没有在这个线上 最近呢我刚好做了一件事情 没想到刚好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而且很高兴的是 现在的男性也开始有一些改变了 不只是女性的姐姐妹妹呢 给我按赞 说姐霸气 也很多的男性觉得 嗯 这话说得很好 女性应该不是这么肤浅 就是呢 最近有在这个网路上流行了 所谓的十大征兆 看出来你是不是老妹 为什么女人要被人家挂上 这么多奇奇怪怪的名词啊 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是漂亮的女人 在每一个年纪里面都漂亮 刚刚上台的周妈妈 漂亮不漂亮 对不对 我们这种年轻半百的女生 漂亮不漂亮 每一个年龄都有她的美 为什么要挂一些奇怪的名词在我们身上 什么奶鸡妹 又什么老妹 又什么低奶妹 乱七八糟的 现在来看看我怎么回应她们的 十大征兆 第一点说的是 诶 如果呢 你平常背的是小包包 突然要去shopping的时候 你就换上了一个超级购物袋 你就表示你是老妹了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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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已经知道 我要去shopping了 我为什么要带个小包包 用手捧回来吗 你不知道要她这么多纸袋 这样子会非常不环保吗 第二个征兆 第二个征兆呢 就是到KTT去唱歌 一首新歌都不会 很抱歉 你们现在写的新歌 又不是很好听 我为什么要学 我没有说那首歌不好 可是要看人唱 你想 我们这样优雅的女生 在KTT里面 当起当起 像话吗 再来第三点 她说 夜店已经不列入 我们现在去游玩的范围了 以前觉得音乐很好 很high 现在呢没有办法 对不起哦 从前的夜店 还真的比较有品味 她会每一周 每一天 她会设定不同的音乐主题 但是现在在夜店里面 差不多的音乐都是 动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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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词动词动词 我保证你第二天脖子一定很酸 因为平常 比方做这个动作的 都只有鸽子啊 对不对 音乐这么吵 讲话要这么大声 你第二天还要工作 你哪怎么跟人家讲话 再下一点 第四个征兆 躺在家里面 回到家里面 躺在沙发上 看半个钟头连续剧 就昏倒了 如果这出戏拍得好看 你觉得我睡得着吗 再来 再往下看 跟朋友出去玩 一直在算回家的时间 of course 女人是非常负责任的 OK 我们第二天要上班 我们拿人家的薪水 不能在办公室里面打哈欠 所以我们当然要算睡觉的时间 这有错吗 对不对 再来下一点 以前可以玩到天亮 现在玩一夜就受不了了 就是因为尝试过 觉得这样的熬夜 一点营养都没有 我还不如用这个时间 去睡美容觉 对不对 我们是懂得 平凉事情的状况 再来下一点 人家叫你一声姐 就翻白眼 Come on 我们翻白眼 是看对象的 如果来的是个讨厌鬼 你觉得我不翻个白眼 对得起我自己吗 再来一点 好 会冲动地买下 别人说很好的那些保养品 或者是什么养生食品 这种事情 爱美地追求 对于年轻的追求 本来大家都会啊 为什么就不说 男人买一些壮阳药 或者是那种 秃头的生法水呢 那种东西 比保养品 更没效 再来看看第九个征兆 我们老是在自拍一些 如果没有用美机啊 没有用美图绣绣 就不敢把照片抛出来的 还好吧 我身边很多的朋友 都不会用 因为他们天生丽直 反而都是越年轻的人越用 而且 说真的 手机呢 一定要拿四十五度 然后往上看 这手机我还按不到 不晓得怎么按 最后 再一点点 最没意思了 素颜或是穿睡衣出去 怕人家看 拜托 这是家教问题 好不好 谁会穿着睡衣出门呢 所以 写完了这十个征兆以后 大家都很喜欢 就是因为我觉得 就事论事 我没有 我不是一个大女人主义 我讲究平权 但是呢 更要提醒大家的是 就是不要被从前那些苛就给绑住了 我们要让自己 活得自信 智慧 就像我在上面说的 结的智慧 结的经验 结曾经经历过的事情 结拥有的风华 结拥有的这些韵味 你们追得上吗 最后 请借你的右手 随便 右手左手都可以 举起双手来跟我一起说 我说女人 你们说万万岁 女人 万万岁 Thank you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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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